天涯上面的这个挖机停止工作了之后 这些人就像蝗虫蚂蚁一样 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的话大家来到这个海山桥 你看上面的话呢 就是这个公司加在上面挖矿 是不是 然后下面这些的话呢 就等于说是灭炸泵了 找的这些石桥的话呢 是可以给这些工人啊 或者是一些小老板 去包人家大公司的一个小石桥去挖的 第一方面是来收收这些灭炸泵 看看能不能收点这个MC回去玩一玩啊 第二个的话呢 这些小矿洞啊 我们也可以待会去看一看 有没有新鲜处的货 主要还是给大家看一看 摆山桥的一个面貌吧 你看悬崖峭壁下的那些人 还在那些上面挖的 你看下面这些还躲的一些人 是不是啊 来 朋友们 这种就是小新的 我们说的灭炸泵了 这些的话呢 是大公司已经逃过一遍的这个矿家 然后的话呢 又有挖机师傅从那边 一场一场的挖下来 然后的话抱过来啊 抱过来的话呢 又给下面的这些工人进行这个 第二次第三次 乃至第四次的一种挑选吧 好做的时候翡翠是挺多的 基本上逃一两遍就没人逃了 但是现在的话呢 石头越来越少 是不是啊 人家都是四五遍啊 真的是没有了 才会放弃今天 这里呢 这个就很像这个 百山桥的这个蜡壳是吧 这个它其实并不是翡翠的 这个叫 让我们 沾点这个土上去是吧 是不是像这个 百山桥的红蜡壳是吧 杨梅萨的这种啊 但其实呢 它不是翡翠的啊 不值钱啊 这种 它是翡翠的一个半身矿啊 来朋友们啊 现在的话就是一线零距离了 我们这个挖鸡就在面前就开始了 就挖翡翠了 干净的头道擦 对着冷气在房间里面修料的那些啊 是不是啊 咱们就提了啊 不是每一家翡翠都是源头 但是每一家做翡翠的 都会说自己是源头 这边的话呢 它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的话呢 就下面就开始抢了啊 捡石头了 捡翡翠了啊朋友们 冲 哦 哦 看到没有 大石头 悬崖上面的这个挖鸡 停止工作了之后啊 这些人就像蝗蟑螂蚂一样 全部过去那边 找翡翠去了啊 哦 你看 一吹石头又跑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工作啊 就很辛苦啊